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杰一的时候呢 明确讲说 不封魔不成活 不封魔不成活 这是站在一个现实的 世俗中的普通人的说法 说对方 说给谁 说给一个在情感上 应该讲说在情感上有追求 在生活上 在生命中有追求的人 生命中有追求的人 我觉得是可以这么形容的 他的这样的追求呢 是超越于一种物质 它纯粹是一种 在人的现实生活中 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 你可以叫说是人层面的生命的追求 但它没有更高的 所以才会出现疯疯癫癫的概念 不太正常的概念 这是段小楼在形容陈杰一时是明确这么讲 那段小楼又何尝不知道师弟对他的情感呢 他当然知道 对吧 他当然知道 但是呢 他作为一个男人 自己纯男人的角度来讲呢 他也实在有点 他觉得有点 实际有点疯了 有点不正常 这就是他的看法 所以影片里另外一个比较正常的人 只能叫正常的人呢 那就是巩粒所扮演的这个菊仙 那巩粒扮演的菊仙是个妓女 那妓女最关键的就是要从良 影片里是这么讲的 我们知道在北京他讲的是北平的事情 北京的事情 那北平的事情原来在城南前门外头 就是八代胡同讲的是妓院 天桥一带讲的是唱戏的 所以他们是邻居 那按照影片里介绍 就是大家都是下酒流 没有什么谁高贵 谁不高贵 大家都一样 而为什么叫下酒流 给别人取乐子的 他的行业是给别人取乐子 那你不能不说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 而这个情况他就有着一种自然的概念 就是他是一个自然人 还有一个角色就是袁四爷 葛优扮演 那袁四爷呢 他被称为叫黎元的一霸 你可以这么讲 叫黎元的一霸 其实无外乎就是他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那这个有身份的人同时呢 对这个戏曲呢 对这门艺术非常的偏爱 非常的偏爱 有身份 有背景 但对这门艺术很偏爱 他的身份高过于这下酒流的身份 所以除了这么 在我个人理解当中 影片里有这么三个主要的不同于 或者说与陈迭一形成对比的 你可以叫做正常的人 而这正常人的一切 里面包含着世俗的概念 世俗的概念里面就有人的利益 有人的情感 有人的自私 他完全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 在我的眼睛当中 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 而这其中却包含着相互因果的报应 相互因果的报应 我自己认为是这么个概念 那影片里一个主要的角色就是段小楼 张峰记演的段小楼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是舞台上的霸王 纯爷们 纯男人 而舞台下的段小楼呢 是不是个纯爷们 带有纯爷们的含义 但是是个苟且偷生者 带有纯爷们的含义 就是他到了这个妓院去 去救了这个 救了这个菊仙这一段 对吧 他是一个嫖客 那菊仙是个妓女 他为了在妓院争那口气 非要让这个菊仙陪他 所以他就当时玩了一票活 说咱俩 他为了救他嘛 说咱俩喝了交杯酒了 今天是定亲酒 他是随便这么说的 里面带有着他的豪放的那种概念 男人的概念 那作为妓女的这个菊仙呢 旧坡下旅把他当真了 就顶了他了 两个人是这么来的 那我相信咱做个对比 今天在北京城也好 在上海滩也好 在歌厅里的 在桑拿的 在洗脚 我相信这种故事到处是 那又有谁把他当真呢 那又有谁把他当假呢 有谁把他当真 我们通常会 很多朋友会说 哥们你可别弯真的 这个受不了 家里嫂子还等着呢 这这么说的 有人说把他当假的 你要把他当假的 你看隔三叉五 他老去 你说到底是真的 你说到底是假的 我说这话的意思 这就是现实生活中 一个凡夫俗子 当他没有任何生命理念 和追寻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 谈不上忠贞 谈不上背叛 他只有满足自己的 一个现实的过程 所以这是我觉得 段小楼这个角色 里面还带有霸王的痕迹 但是呢 里面他更大的嘲讽 就是这个霸王 在现实生活中 是个软蛋 对吧 霸王在现实生活中 是个软蛋 娶了老婆之后 在老婆的威逼下 在老婆的威逼下 他跟师弟的关系 说不好 弄不清楚 俩儿最后 都不同台演戏了 那你当然你可以说 这是陈叠一的 吃醋的结果 非要完整的占有 师兄才行 局限的出现 他不太接受 但是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段小楼本身 一个没有主见的人 媳妇不让 这个媳妇不让唱戏了 就是为了不让跟他 跟这个陈叠一在一起了 那他就不唱 改玩曲去了 所以完完全全 就是一个台上的形象 跟台下的形 真实 完全是对立的 所以图有其外在的 那种外表 图有其 戏台上的那一切 霸王的那种风范 所以他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玩曲球的小男人 那正是这个背景之下 又出现了到后面 他被他的养子 威逼之下 出卖了这个陈叠一 那在文革大的背景之下 出卖了陈叠一 出卖了自己的太太 他出卖了所有的人 就是为了能够保住自己 少受点痛苦 所以舞台上的霸王 是现实中的软大 最后就剩了他自己 这个角色 不就影射了今天中国社会的 具体人的价值观 大多数人的价值观 在危难时期 只要保全我自己 就完了 里面没有任何一丝的真情实义 有 但是在任何利益的这种 这种压迫之下 他都可以背叛 刚刚解放的时候 袁四爷被杀的时候 他想站出来说话 对吧 那结果自己的老婆给拦住 他就没敢说 在自己的这个养子审他的时候 让他拿石头开砖 那是我们说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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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砖 就是一般都是这个 不是普通的红砖 他愣往自个脑袋上拽 这个就是 这就是今天现实中国生活的当中 我认为太多人的价值观 好汉不吃眼前亏 留得青山寨不怕没柴少 其实是失去了生命的原则 失去了自己的尊严 真的 那 但是跟他的那个高大的形象 霸王的概念形成对比 所以最后剩他一个人活的 就他一个人是活的 所以这是 我认为是陈凯歌对现实的 自主的一种嘲讽 起码原作是对现实中国人的嘲讽 那另外一个就是妓女 对吧 这个菊仙 那菊仙的角色 在我看来 那就是一个妓女 那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故事 但是他里面遭受的一个 里面高过于 段小楼的 就是他有真情所在 他用他自己一切的方式 他用他自己 你可以说女人的那种狡诈 女人的聪明 女人的手段 他就为了保护他老公 他的一切都为了保护他老公 那里面 他为了保护老公 出卖师弟 那他没关系 对不对 那把陈迪一给出卖了 那在舞台上 就是这么做的 那为了保护他老公 那曾经在 师父把 他们的师父把 段小楼和陈迪一 教回他的戏班子 因为段小楼不唱戏了 所以被他师父给骂了 那师父怎么能给弟子磕头呢 那不可能的 所以那个就是北京人的做法 骂这两个弟子呢 你们成了局了 你们现在如何了 你们 那是那一段故事是非常北京的 而那里面有一个镜头 就是说 当两个徒弟给师父跪下 那师父 在骂他们俩的时候 那这个 媳妇来了 媳妇想 中间插一手 她是为了护着他老公 所以这是表现出 局先的那种真情 就是爱他老公的真情 而这里面有个插曲 就是当局先说话的时候 那段小楼起来就把局先给打了 他说了一个典型的话 老爷们的事 娘们不能掺手 那是 徒弟跟师父 师徒如父子 师父怎么惩罚徒弟 徒弟都得接着 否则的话 就是大逆不道 里面是 这个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所以当女人说话的时候 是护着他老公 老公的时候 那当段小楼起来 打了他一嘴 这里面就是 在中国传统的 这种学艺的文化中 这是精髓 这是文化中的一部分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 师徒如父子 师父的父 是父亲的父 弟子的子 是儿子的子 在今天的中国环境当中 这东西没了 都是造反的 就是里面的小刺 反了陈爹一那一段 都是造反的 革命的 最后杀了自己的 所以 那作为菊仙这个角色 他护着老公 护了一路 到最后文革的时候 老公出卖他 当着所有人的面 说他是妓女 我不爱他 就如何如何 如何如何 那女人的 生命的唯一意义 被他所爱的人 亲手摧毁了 所以就自杀了 对吧 所以就自杀了 所以这是一个 现实生活中的悲剧的角色 但是 这个女人的做法 在现实中的生活的女人 其实同样也是到处都是 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 那这种保护的概念 这种 这种完全生活在一个 凡人的情感中的概念 我觉得 他是很真实 但是还是那句话 他没出路 对吧 他没出路 我们举个例子 今天在事业中 有了钱的 有了权的男人 做了他们这些男人的 老婆 大奶 你今天的生活 如何面对你老公的每一天 你心里到底有多大的把握 说你的老公可以跟你携手白老 你的老公在外面没有其他的女人 反过来说 我们看到很多视频上 那些大婆去打小三那种凶狠的手法 那种场面 你就知道 那个社会当中这些东西到处都是 所以 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 已经被摧毁了 那影片里另外一个角色 就是袁四野 袁四野我觉得就非常有趣了 就是说 你谈不上有趣 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那么个角色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是个大家族 那但是自己是个戏迷 是个懂戏的人 在懂戏的背景之下 有一种戏痴的感觉 痴呆的感觉 所以才会出现 他与他在看戏的时候 他可以看进去 成叠一在续体当中的那种 那种氛围 那种感受 他们之间有着这种相互之间的诱惑 这种诱惑 只能是建立在对戏曲本身的平台上 衍生而来的 也就是现实中的有身份的人 把自己的生活与戏曲本身联合在一起 那但是他们之间有着身份的距离 有着身份的差距 所以后来把他杀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把他杀了 而作为成叠一来讲 在他情感失落的时候 在他戏曲上跟段小楼分开的时候 他自然又跟原四爷又在那儿去寻得一份平衡 但这一份平衡对于成叠一来讲 是一份非常苦难 所以影片里有一个在那月夜之下 当他拔出剑的时候 也就是唱同样唱的是霸王鳖姬这一段 拔出剑的时候 那原四爷说了 慢着 那是把真剑 别胡来 故事是一样 对吧 故事是一样 而陈叠一依附于原四爷的那天 也是冲着那把剑 把那把剑要来 所以影片里的另外三个角 里面扮演着世俗中的人 这世俗中的人作为妓女 局先 那陈凯歌的笔相 他对人的情感的忠贞 他是个妓女 但是忠贞 作为一个官的原四爷 却对艺术的忠贞 唯独这个霸王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凡夫俗子 一个酒囊犯贞 可他是霸王 而这个霸王的酒囊犯贞 却活下来了 中国的社会 是一个苟且偷生的社会 是一个泯灭人性的社会 是一个扼杀人真正的品质的社会 最后的结尾 就是这么个结尾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